移民署在一百一十年底接獲檢舉 一名英國籍教師 在入境來臺之前 曾經在中國和未成年女學生 發生性行為等不適任行為 不過警察院調查發現 移民署負責管理國境 卻只派人到場查核之後 已沒有發現犯罪就簽結 並沒有積極請相關的機關 求證和合作 讓臺灣兒少曝露在未知的風險下 因此通過糾正移民署 二零三零年 臺灣麗拼打造成雙語國家 博監察院卻接獲陳情指出 移民署一百一十年底 接獲一名外師不適任檢舉 控訴證明外師一百零六年 在中國曾與未成年學生 發生性行為 疑似遭到驅逐出境 隔年在瓜地馬拉 偷瞄女學生胸部 私訊校長女兒被終止聘雇契約 但移民署派人查核後 一沒發現犯罪就簽結 讓臺灣兒少曝露風險中 監察院通過糾正移民署 監察院公布這名外師是在 九十四年九月九號 第一次入境臺灣 最近一次出境時間 是去年五月二十二號 在來臺十八年期間 曾陸續在五個縣市 從事教學工作 由於接觸的大多 都是未成年學生 加上因應進來雙語教育政策 呼籲教育部警政署和移民署 都應該協力合作 把關來臺的外事背景 根據統計 目前在臺灣的白領外國人中 有百分之二十一擔任教師 將密切接觸兒少 民間團體呼籲 家長和兒少 要避免暴露在風險中 就怕兒童和青少年缺乏警覺性和事故 發生的應變能力 專家呼籲 家長平時要長和小孩溝通 及時掌握小孩生活狀況 政府相關機關也得探究外施審核和管理 排除有危害兒少安全風險外施 記者原則郭俊麟報導